大家好,我是草莓的,今天要介绍一下特殊冰装系统 首先就介绍一下这个大纲 这个大纲就是冰装系统增加了新的冰装篮位 是有别于其他装备篮,是有特定一个冰装篮位 这次也进装了很多新的泛用冰装还有专属冰装 专属冰装其实就是SSR,你可以想象成是专武的概念 只有那个角色可以装备那个装备 另外一般角色你要满破才会解锁特殊冰装 的篮位,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科研啊,Meta啊,直接一开始就直接解锁 所以不用到满科研,这个算是蛮方便 所以你一开始就可以带出去打装备这个特殊冰装 另外呢,这个特殊冰装呢,其实也有件种的差别 它不是共用的一个泛用设备 它是驱逐就用驱逐的,战舰就用战舰的 航母就用航母的,所以它是有件种上面的一个差别 不过也都可以通用,驱逐就可以互相用来用去 是没关系的,只是不能跨舰走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步骤 就是冰装养成的过程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如何获得冰装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透过这个副本 因为新登的一个关卡 每周可以打两次 那这边会掉落这个直接掉落冰装给你 或是直接掉落这个材料 因为这边里面就是会掉落这些东西 这个装备直接掉下来就是你可以直接装备 那除此之外你就是要花这些材料去做你要的这个装备做出来 所以就是你可以透过一定的这个材料啊去制作 消耗资源钱啊什么的去做出来 那设计图都在这里面 一开始你就拥有设计图 不用去像我们一般制作装备要去打捞设计图 好,直接有设计图啊 你有资源就可以去做制造 所以在设计图这边特殊你可以找到这些 现有更新的这些设计图 那往后会不会再更新那就是看以后的这个状态了 好,那我们把武器装备做出来之后呢 还可以进行这个强化突破的这个动作 好,一样我们需要画这个强化石 会提供它的经验 然后把它一路从加零加到十 那R冰装加到十之后还可以再进行突破 变成SR 那SR呢强化 当然会成长它的这个固定属性 白质嘛 那强化强满还会获得额外的这个冰装效果 那SR转武也是一样 你就是有获得其他的这个技能强化的一个效果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要把它强满啦 那再来从R突破到S啊 当然中间也要消耗一定的这个资源啊 还有材料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可能用讲的你会不太明白 我们接下来直接实际做一套给你看你就知道 好,接下来简单带你来做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在设计图这边我们这边讲做 所以用选特殊之后呢这边有很多特殊的图纸 你不用捞不用打 一开始就可以直接做了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从掉落的装备这边 也会有这个我们已经掉落的装备去做强化 突破 好,我们就先以这个强化来为主 今天选用了这个强化 这边可以选这个强化 然后用这个强化石来给它经验 10,然后100,然后1000 那当然一般来说你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直接按自动选取它就会帮你把这个经验补满 你也不用担心它这个把你经验吃掉 它基本上经验都算得刚刚好 好,不会多A你这个经验 然后呢强化呢就是吃这个经验加这个金钱嘛 然后它最多就是可以直接帮你加10 加10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突破 好,强化完 好,接下来R要突破SR 好,我们需要这个核心 好,点选核心之后呢 在花钱就可以直接做一个限界突破了 好,突破之后呢就变成SR的这个冰装 但是它的装备效果还没有开启 好,要开启这个装备效果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经验给强满 比如说你要把它强化到加10 这边就会开始亮起这个特殊斩棘的这个冰装效果 好,一样强化 好,但是就是完成我们这个SR阶段的这个强化 然后这边的这个属性也会获得一定的这个提升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强化消耗的这个资源 基本上这边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不管是直接做R或是直接做SR 最终的消耗是一样的 好,因为这边消耗的金钱 好,突破 然后整个一开始起始的这个加起来 R冰装71100加1000 是刚好2800 跟你直接做SR是一样的 那核心消耗也是2加2,也是4颗 冰装经验这边也都一样 总共消耗都是一样 250再加这边都是2000的经验 所以制作的时候 你不管选R或选SR 消耗都一样 因为你点到满就是一样的消耗 你唯一最省的就是 直接拿掉落现成的这个R装备 直接强化升级 这样可以直接省一个冰装核心 两个冰装核心然后省一些强化还有物质 这是最省的 这也就是现阶段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 你唯一可以省资源的一个办法 否则这话不管你从R或是SR去做 都一样的消耗 好,接下来就是讲一下这个属性重构 日文叫做性能变化 一样就是消耗这个重构核心 或是变化核心 可以把你后面那个随机的这个加值 做往上提升 它是正向加值 以前可能是随机的吧 不过现在更新完它是正向加值 你只会往上不会往下 那当然每次的这个消耗就是不一样 一般的消耗就是消耗T1 那SSR专5是消耗T2的 那你这个改装完或是变化完之后 你要保留这个属性 好,确定保留 你才可以继续往上洗 不保留你就是永远就在停留在原地 那一般来说我们前面洗好的 就算你未来要突破强化 都不会再更改这个随机属性值 这点是请你放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怎么样 好,把我们刚刚制作好 强化好 强满的这个武器拿出来看 我刚刚这边的属性是固定的 那后面这个加1加2呢 这个是一个随机属性 你可以把它洗上去 那日文这边叫做性能变化 那如果说其他中文可能叫做 冰装重构、俗性重构之类的 好,那我这边点选下去 这边可以显示说 我们可以洗到最高多少数值 命中可以最多加5 然后装点最多加3 一般SR都是5、3 然后呢我们要花这个所谓的这个道具 不管是什么性能变化道具 还是重构核心之类的 然后呢我们继续可以洗下去 原本是1、2嘛 它这个洗呢 它是无条件是往上的 所以你不会是道扣 就是无条件往上 不过呢这个洗的时候你要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 它保留这个属性之后呢 你才可以不断的往上 如果你没有确定一直洗的话 你就是靠兵器在洗 这个注定是会往上的 好 所以一下子就到 二直接跳到5、3 已经到了一个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没法再往上洗了 这个虽然说是随机 不过就是随机向上 你肯定可以洗到顶的 没有说什么欧洲人、非洲人 当然啦 如果说你一步到位是最好的 你洗个两、三次 应该也会蛮接近顶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部分 就是它的特殊被动 特殊被动其实就是讲这个冰装效果 一般来说SRR冰装 直接制造出来就可以解锁冰装的效果 但是R冰装升级到SR SR要强满10级才可以解锁冰装效果 R其实没办法 一定要SR 这点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那再来的冰装效果 大概可以分为放出系或是强化系 你没听错 我是大概是直接分这两类 就像猎人的这个念能力系一样 分为放出系跟强化系 强化系大概应该比较好懂 就是提升的Buff 比如说加火力加航空 这种比较好懂 但是放出系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放出系的概念 放出系这个分为两种斬机 一个是叫做放射型 日文写的很扩散 然后叫它什么半月掌 顾月 天冲都好 因为看起来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半圆形的往前冲 那另外的特殊斬机是区域型 日文写的领域 你也可以把这个象征是圆 气圆斬 集合斬之类的 它就是打一个圆出来 那两种的斬机 你都可以同时装备 同时触动启发 那这个特殊斬机 它的CD是15秒 一进场 它就开始做蓄力 进入这个倒数CD的计算 当你这个斬机 就绪的时候 角色受到攻击的时候 有攻击判定 它就会发动这个斬机 那如果CD15秒到 还没收到任何攻击判定的话 那5秒后 它也会自动再发 也就是20秒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再发 发动之后呢 它再继续进入这个CD15秒 等待下一次有这个攻击判定 或是说40秒的时候 再发动这个斬机 那这个斬机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这个放射型跟趋型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射型 扩散半瑞斩这种心态 基本上呢 它会有这个 你前锋依照你这个装备的这个等级 会做不一样的这个提升 比如说你三个都带一样的话 就会提升到LV3的这个等级 那一开始LV1的时候呢 它只有数量一道 然后直径范围啊 是比较小 那只有消除子弹的功能 那你两个人都装备一样的话 就会变成两道 一样的消除子弹 那你三个人都装备一样的话 它这个伤害会再做提升 一样数量是两道 但是前进的这个距离会比较长 那除了消除子弹之外 它额外增加了 可以消除水面下的鱼雷 并且命中的这个敌人呢 它会有破甲的效果 那这个半月斩或是这个扩散放射型 它是穿透的 无线穿透 你有盾的角色一样都是可以把它穿透 这个其实在打敌人倒中的时候 金杂鱼其实是蛮好用的 而且还可以消子弹 消鱼雷 当然你要到LV3 三个人都要装一样的 不然一般来说LV1 LV2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演示画面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区域型领域型或是圆斩 基本上跟前面一样它也有分这个等级的伤害 你装备的越多当然你的等级越高 那这边跟前面的这个斩不一样的是 它这个是圆形 直径范围三十二一开始只有三十二很小 那只会消鱼雷 前面那个半月斩它是消子弹 但是这边直接反过来是消鱼雷 那你两级的话两个人的话会越大 伤害也会越高 到了三级之后呢 一样它会消除子弹 跟鱼雷 并且是说命中对方会减速 失去五秒 不过这个圆虽然说大归大 但是你要完全到命中到敌方敌人 后排敌人什么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大也没有大到一个很夸张的进阶 不像半月斩可以往后打到后排 只能说就是轻轻这个周边身边的这些杂鱼 或支爆船之类的 不过它好处就是好处 它直接开始可以消鱼雷 三级是可以消子弹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概念就是 你要嘛就是都带到三级 不然就是要混搭 既消鱼雷又消子弹 这刚好这两个这个斩棘都是 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消除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演练画面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冰装介绍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前排角色 驱逐有两种这个装备 好一样是有这个范围型的这个斩棘 还有这种发射型的斩棘 好都有它有两种斩棘 当然呢 清巡清巡它只有一个斩棘 好就是发射型的这种半月斩的斩棘 那另外一个是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清巡如果要做的话 我们当然是建议做这个特殊斩棘的 特殊斩棘是比较好用 那驱逐两个都可以做 再来呢 重巡超巡这边也是有两把 但是拥有特殊斩棘的只有这一个大剑 好另外一个这个枪是没有这个斩棘的 所以另外一个枪其实基本上我们也不太会考虑 基本上会做的要做的会用到的都是特殊斩棘 目前来说是比较好用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排角色 后排角色就没有像前排角色有这种特殊斩棘 那比较多的都是一些自强化的这个强化系的buff 好我们来看一下战剑 战剑就是有分这个剑跟这个弩嘛 一般来说战剑我们都会选这个有加命中跟回避的 就是这个小雷达的概念 那这个火力对空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除非你要打13张这个对空会有用之外 其实一般战剑都缺命中 命中是非常重要 而且回避还有增加你这个生存能力 那后面这个强化系的这个buff 其实说实在这个效果不是很显著 基本上可以忽略 我们就是拿这个白纸的效果 那再来航母呢 航母也只有两把也是一样一个弓一个权杖 那这边我们也是取白纸 一般来说都是取这个权杖 有航空有回避也可以增加你的生存 那后面这些白纸 说实在也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弓箭呢 是可以说击落这个箭载机 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航空 除非你要打13张啦 不然的话 这个弓后期打这种高南海域是用不太到 直接加航空回避会增加你这个生存会比较好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潜水艇 潜水艇也是有两把 那后面经过一番的这个思考 后来觉得潜水艇还是用短剑来的好 因为它会增加这个暴击率10% 那这个伤害呢 10%是可以去做一个期望值的 因为另外一个被动是8%减对方的这个伤害 8%跟10%那还是去10%比较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会上潜水艇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推高南图 那高南图自然敌人的等级就会比较高 所以潜水艇加这个命中 或许对于命中的期望值还可以再稍微提升一些 然后有机会可以暴击出来 所以我们来说这个专属兵装也就是专武 我直接讲结论 就是直接推荐就是做拉斐的 还有这个背法的 因为就是什么 因为首选他们都有这个特殊斩棘系列 所以这两个人做出来是直接可以通用这个斩棘系列 尤其是拉斐 拉斐的专武呢 如果你有爱的话 他甚至增加他这个技能 还有回复的功能 直接硬生生把他从这个仓库 拉回到现役SSR这个驱逐的这个火力生存表现 那背法也是一样增加他这个输出 然后这个特殊斩棘范围 也是有一个生存的这个条件 那其他的其实就不太建议做 除非你真的有爱 欧根这边呢 其实只是增加了一个盾 然后其他的一个破甲效果 那效果不是很前逐 那亚历萨娜呢 也是增加这个D的这个装填 CD但是火力下降 等于说增加那个补解能力啦 说实在其实也不是这么重要 因为现在能补解的人实在很多 那另外一个潜水艇系统呢 除非你要玩三重音的这个潜水艇 三重音这个buff潜水艇 才用这一套系统 不然的话一般下都是用3U 3U的狼群系统 比这个专武buff的效果还来了有用 当然期待未来的重音潜艇也有其他这个专武来做buff 不然现阶段3U的buff还比这个专武的buff来的好用多了 好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个第四part冰庄推荐 在介绍推荐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这个整个材料的获取的这个频率 首先这个冰庄重构核心变化核心 其实冰庄训练打每周都会有 这个其实还ok 那强化石呢其实冰庄训练还有这个记忆任务会送 然后属性关卡12到14张 12到14张才会有哦 所以一般打关卡的话 其实你也不会说缺这个强化石打越多越多嘛 那接下来就是重点就是这个核心 因为核心目前来说每周你打就给你4颗 另外就是记忆是3个月嘛 所以你除以3但是每个月大概是5颗啦 那活动目前还没有到大型活动这个兑换还不知道 尖约算它有5颗 所以总共你大概平均每个月可以获得31颗 那做一件SR是4颗嘛 所以大概你就相当于你做8件SR给这个舰队的用量 初期是这样 那现阶段还有开一个活动 现在到7月21日之前都有这个活动 一开始也给你很多这个核心还有这个特殊装备 所以一开始应该可以做到一定量的这个装备量 给这个舰队做使用 不过如果你要面对大使剑的话 大使剑至少就4个舰队嘛 有24艘舰一定会用到这些SR的这个冰装 还有平常你要推图或是打演习之类的 所以陆陆续续下来 你可能这一两个月要谨慎去分配你这个核心的这个分配量 那往后这个核心有多的话 你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打算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你应该优先做的就是 面对高难度这个海域还有BOSS战优先的 什么高难度海域就是你现在面临苦手 比如说像最难就是14张嘛 那就是你打这个大型海域的META战或是月王 基本上这就属于高难海域BOSS战 好所以这边来说我推荐这个特殊转机使用这个区域型 也就是领域或圆 这个圆不但你抽到三级可以消子弹消鱼类 这个自保能力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半月斩或是这种扩散发射型的 但只有前方直射 那这个子弹其实弹幕其实五花八门啦 所以你就前方这个范围 其实作为这个消子弹的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推荐用这个区域型的 所以区域续就有这个双手剑嘛 那重巡的还有这个大剑 那背法比较特殊它的专武就是也是这样是领域型的 所以你一般打王战基本上都会用它嘛 这些都很好用 重巡操巡都有这个圆的这个效果 那战剑这边后面其实没有斩棘 那我们就用泛用的 一般来说这个军刀系列的 有这个命中还有回避很好用 航母也是航空回避很好用 那这个潜水艇我刚刚说了就是增加暴击率的 这个你基本上就要做一整套给它 三个巨主就三把剑 三个弹箭就三把刀 三个航母就三把拳杖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各三把 让你可以满足说你各种场地的这个英勇 基本上先优先全部都做这个原系列的 我觉得对生存的保障会比较好 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做完这些高南海域之后 或是说你现在有道宗的需求 或是打13张对抗 你可能还打不到14张的这个玩家 那你就是打13张嘛 那基本上道宗其实蛮适合用这个放射型的 这个半圆斩这种的 因为他轻杂鱼就很好 因为会贯穿很多人 所以越多这个道宗敌人 他贯穿的这个效率会越好 所以驱逐也有这个锤子 那这个轻群也有这个剑可以用 拉斐的这个专武刚好也是属于放射型的 所以这种放射型比较属于进攻型的 比较适合道宗 其实道宗很多角色其实都蛮适合用这个放射型 所以道宗的这个组合大概比较偏向是驱逐跟轻群的组合 你可以组到比较多的这个放射型的这个专武 或是冰装 那后排呢 刚刚说的如果你要打13张对抗的话 基本上就是选这个弩系列公系列 因为这个弩系列公系列有加这个航空还有对空 都是比较好的 对于战舰也好 对于你的这个补血的啊 航母啊 轻航啊 战舰都有一定增加对空 还有这个火力的一个效果 除非你是有走这个路线 否则的话前面我说了前面就是先做圆 那后面虐菜才做这种13张或是道宗的这种放射型装备 最后总结的部分呢 首先重点就是你要先确定你要打什么关卡 你是要打13张呢 还是打14张还是打大世界 反正不管打哪一张 你优先要做的是前排的冰装 因为前排有很多斩击的这个系统 你有斩击你才可以确保你前排的神圣能力能获得提升 前排能够维持那你输出才有够 那你前排都倒的话你就直接当场去世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后排的冰装基本上就是属性取向 白值取向我们看这个白值在做的 那被动效果基本上不是特别重要 你加那个20火力加那20航空说实在的其实很小幅度很小 你还不如装这个我们比较常用的这个命中啊回避 这样才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效果 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这个特殊冰装啊 好否则的话还是先做那些SR的泛用冰装 因为我说了因为资源有限 目前资源有限你先把这个资源投资在做好做满 你常用的角色的那个泛用冰装 那个专属冰装等到后面材料有剩的时候你再去做 不然的话你现在先做专属冰装的话 你其他的泛用冰装会被拖到很后面 因为每个月给的量很少 那你要先把握好你前面这几个月累积下来 然后的泛用冰装然后广化去通关高难度 剩下的这个材料你再去做专属冰装 一般来说专属冰装它更新幅度应该也不会很快 大概半年有一次或一年有一次差不多 等到那个时候我相信你的材料也都会溢出了 到时候再做也不迟 好了以上是这一次的这个特殊冰装的这个介绍 希望能够了解说这个冰装系统到底是怎么玩的 好那我是草面肉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